爹 爹 你看 这 这 爹 爹 爹 老太公 爹 我不吓唬我了 你说的什么话呀 荣幸 快 爹 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 听我说爹 死是很容易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窝囊地死在这儿啊 我怕连累你们啊 我 我找他们去 等等 吐气其辱吗 他是汉王的亲爹 汉王和项羽是监狱兄弟 他怎么能这样对他一个老人家呢 他们会答应你吗 我跟他们拼了我 曹世 我死了 还是让我死了 你等等 放手 我问你 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听我说 都是我的错 你原本可以躲开这一劫 吕枝 我还是那句话 我是刘邦的女人 她老子就是我老子 她的女人 你吕枝 就是老娘的妹子 我不想承认却也改变不了 为了她的女人 她的老子 我可以去死 你不能去死 你必须好好给我活下来 为了你的儿子你也要活下来 照顾好她 把她生龙活虎地带到汉王身边 你记着 这个世上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肯为她去死 还有 我儿子 对你以后也未必有好处 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跟你说的话 你记住了 这是什么地方 项羽的都城 项羽是汉王的仇人 他恨不得杀了汉王 扒了他的皮 吃了他的肉 他对我们也是恨之入骨 你去求他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看着他们被折磨死吗 听我说 我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什么 听我说 你只要带好你儿子 其他的事情让我来安排 那你让我来安排 你 你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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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